牠在這裏比我們任何一個 現在住的宿生住得還要久 比較黑 比較坦白 美女才可以坐大腿 有點鹹心一點 牠就是很隨和 牠很親人 幫牠拍照 自己都覺得很少確幸的感覺 婆做貓是崇基的其中一個名字的東西 中大這一座山城住了十幾隻通山跑的蛇驅貓 而說到最為人熟悉的 就是居住在山腳崇基書院 由一位教授致養的貓舞女 我叫做伯德培奧托比亞斯 Gerisha就是媽媽 Misha就是女兒 可惜牠們的關係好像不太好 牠們平時會互相避開 我喜歡這個貓 因為貓很獨立 這件事反而我喜歡 牠可以在任何地方 牠可以很愚蠢地躺在那裡 我小時候是農村場地 那裡是當年會放所有動物 外面也是大自然 對於牠們來說 外出是等於自由 我放牠就覺得很不合理 兩個都是在外面過夜 例如7點 牠會在這裡等我 然後牠會吃早餐 基本上都是在這裡過的時間 我曾經在火車站下面見過牠們 牠又喜歡爬上樹林 除了Gerisha和Misha之外 中大裡還有十幾隻以山為家的社區貓 除了有人定時位置 也有學生嘗試為牠們提供一個更友善的社區 更特意成立了中大貓專業 和大家分享一眾貓仔的生活照 讓牠們都可以成為中大的一份子 平時可能Final做Paper都壓力很大 療療牠們都挺開心挺舒服 經過的時候有時候都會幫牠們拍照 牠會過來欺負我的腳 就是貼著我 然後欺負我的腳叫我摸牠 過來跟牠聊聊天 聊聊聊天 都是一件挺開心 亡女偷走的一種感覺 有時見到有些同學 是好幾個小時坐在這裡 你可能見到牠們真的有心靈的狂妖 但牠們會摸貓 令牠們有種平靜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甜蜜的 雖然早年曾經有人亂餵 或者惡作劇令貓仔差點受傷 但近年愛貓意識提高不少 一般貓仔在中大的生活 也算是安然快樂 我覺得大部分人對牠們相當好 當時在去年11月的時間 很多司衛社進入禮 然後牠跟我們說 你們快點把貓拿回家裡 可能今天會有警察會來 會放催淚感 人們問貓會否受影響催淚感的影響 牠們能否生存得到 聽說有些人特意 一個星期或之後回來掃貓 看著是否全部都在世上 雖然外面很亂 很多人都會受傷 或者有很多問題 但牠們不會忘記貓 我覺得那些人真的很在乎 大家有一個生存的關係 至少沒有人想趕走貓 給牠們一個生存的空間 所以蠻特別的 可能其他大學未必會有這種動物出現 很和諧 有很多動物但又不會傷害牠們 中大是一個很包容的校園 不只是包容不同的人 不只是包容不同的動物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